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你好 欢迎来到申浩TV 我是申浩 今天将要为你分享的就是 ASP Donet Code 里面的添加验证 也就是 End Gradation ASP Donet Code 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方便 只要你在Model Class 里做了一次一次的添加验证 你将不需要在Controller 或View 里面再做 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快 只要在Model Settings 过之后 只要再用回同一个Model 我们也不需要再做任何Setting 第三个是它安全 因为这个验证是包括了 后端和前端 也就是Flying 跟Back End 接下来的影片呢 我将会为你呈现如何制作这个Vedation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 在ASP Donet Code 里面有四个Vedation 第一个Vedation就是Required Required的意思就是 当你选择这个Required的时候呢 这个View呢 是一定要填写了填写资料的 但是这个Required呢 是不会调整你的Space的这个Vedation 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Colins 里面打个Space 其实是可以Pass Through的 第二个就是Minimum Length 也就是说你可以Setting for Key In最少多少个字 以及最多可以Key In多少个字 第三个是Regular Expression Regular Expression的用法很广 第一呢你可以限这个Key In的Input 是可以A to Z 或者是Key In的Input是1到3 或者是不可以Key In任何Symbol的字 第四个呢是Range Range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可以Key In 从多少到多少 或者是从什么到什么 也就是说例如我可以限定这个Range是1到100 也就是说我是可以Key In 1到100的数目字 如果Key In少过0 或者是Key In多过100的话呢 将会有Error Message 在这个Demo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打开我们之前的Project 这个Project呢 我将会使用Model 也就是VideoModel 来做我的Sample 在这个VideoModel呢 我们已经Key In过的就是RequiredField 跟StringLength 这两个RequiredField呢 就是代表的这个ID一定要有填写 第二个StringLength呢 就是在这个VideoLength呢 我一定要Key In最多只Key In 100个字 或者是最少一定要有6个字 现在呢我将会下到其他的RequiredField 在这个Model的Corens里面 好我已经下好了 好我已经下好了 在这个VideoLength呢 我添加了多一个就是Max Length 它只Key In 100个字最多 第二个呢就是Number of View 我是它的Range是1到1000 第三个就是Description 我说它的RegularExpression 是只Key In A to Z的Input 也就是说它不可以Key In 123 或者是任何Symbol 然后Description、URL、Number of View 都是RequiredField 现在我们来看它的Output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Video的Listing Page 现在我们进Create CreatePlace呢 不会有任何变化 可是如果在这边 CREATE的Button 它的AreaMessage 就会跑出来说 之前是RequiredField 在这个Screen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VideoName 我的Maximum只可以打100个字 以及最少一定要打6个字 如果我现在打1个字的话呢 它就会算到 你现在必须最少6个到100个字 当我打到第6个字的时候呢 AreaMessage就会不见了 这个就是它使用的Client Site Checking 也就是JSQ跟JQ0 现在我Key In其他的Video 这里呢如果我打0 它就会有AreaMessage说 这个Number of View 一定要Between1到10千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打超过10千的话呢 AreaMessage说 这个只可以Between这个号码 这个就是我们的Range 在这个Description呢 我们SetOut的字 可以打A2J的字 如果我这边打多一个Space 它就会告诉你 必须打只可以A2J的字 或者是我打多一个HTTP 一个Symbol 它也会有AreaMessage Key In完了过后呢 你就按Create Record就Create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是在Edit的话呢 也是一样会呈现这样子的AreaMessage 所以我们只要在Model Cross打了过后呢 其他的Space 只要用回同一个Model 就会用回我们的Readition 以上就是我所要为你分享的 ASP Donate Code的教学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生号TV的话呢 请记得订阅生号TV 以便每周观看新的影片 这边呢我将为你推荐两部影片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点击个Like 谢谢 谢谢